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狼人 狼人的外貌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的很多行为举动和我们完全不同 在以前人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狼人 觉得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狼人这种东西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但是在前些年 国外却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女孩被家里人狠狠抛弃 沦为气淫 被野狗抚养了15年的时间 一开口众人全都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小女孩刚刚出生没多久 父亲就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 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他自己 亲戚的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 人们都不愿意收留 到最后这位小女孩就沦为了一名弃鹰 每天都在大间上讨饭 到最后直接下落不明 15年后人们在一个比较破旧的狗窝里 发现了这名小女孩 她面前有很多馒头 在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 原来这一群野狗抚养了她15年的时间 当人们看到这位小女孩的时候 这位小女孩也不说话 眼神一直都在躲 人们在和她说话的时候 她总是紧皱眉头 就好像听不懂人们说话 而当人们想要抱抱她 她以为是危险要来临了 一开口众人全都傻眼了 这个小女孩根本就不会说话 她只会乱叫 就真的像是狗狗的孩子 专家赶到现场后就表示 这种现象叫做童话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